好 各位观众 带您来关心 金华城案件在近日是闹得沸沸扬扬 再加上当年四年前的时候 金华城是酿成了一死的公安意外 今天早上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就公开了当年的陈会公文 表示柯文哲当时是以加速劳减 来协助复工为由来召开了陈会 也造成了当时的工作人员是非常有压力 带您听一下稍早访问 那我在看了一下呢 我发现居然他是要帮金华城 来拜托这个劳减处 要加速复工的程序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复工本来他就有一定的程序 当你的劳减通过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申请复工 所以在这个申请复工之前 柯市长居然提早就在这个陈会里面 来帮金华城说话 所以我会想要问的是 柯市长这么着急的帮金华城提出要加速这个劳减的程序 是不是因为后面也希望他可以加速复工 好我们可以听到刘采文议员是质疑说当时的公文 与会的人员还其实还包含了彭震山以及黄珊珊等人 确实是造成了当时承办的人员有不少的压力 再加上这个复工的状态其实也是要看当时的容积或者是面积的多大的大小来进行 不过呢短短的五天内的时间从申请到复工 只有五天 议员质疑难道是不是有点快 一小时不见最新